多伦多的社团 舞蹈团 体操团 都是女多男少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么呢 怎么在这里边呢 能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配偶呢 确实是需要花一些脑筋的 我看到了一些人呢 他们尤其是女士是吧 看到他们成功的找对象呢 有这么几方面 一个呢 这些女士呢 自己组织一些活动 她没有组织能力 然后呢 主动在里边 误设她觉得合适的角色 这种机会就比较大了 看到哪个合适的 今天咱们那个谈谈工作的时候 谈谈谈就谈一块去了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单身俱乐部了 第三个呢 就是朋友介绍 第四个呢 就是婚姻介绍所 到底哪个比较合适呢 每个人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在网上呢 因为我组织过单身群 组织过一些这个 座谈活动 所以说我 有一些人呢 也是跟我接触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谈谈 有不少人跟我说 她说那个 哎呀 我女儿在这里大学毕业了 要找个对象 让我帮忙 你就像这样的情况说 不在少数 可是我怎么帮呢 我也不认识你 而且你也说话 你也不客气点 你就说 那个你帮我找找 以后有个大红包 我知道你是谁呀 说你是不是能先 自己介绍一下你是谁 而且再说说 你女儿的具体情况 或者是呢 我们在有很多的 社会活动的时候 你过来 咱们面对面里谈一谈 你光这么说的话 我怎么能给你帮上这个忙啊 那我绝对不能帮啊 再说了 我也不知道你 你这个人 到底是个真人 还是假人 你是不是个骗子 是吧 那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如果你们要是真心实意的 想找一个配偶 给自己的女儿 给自己的儿子 找对象呢 一个比较靠谱的方法呢 就是 主动一些 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认识一些靠谱的热心人 让他们了解你 然后呢 再请他们帮忙 那么呢 人家了解你了 觉得 这个人不错 是吧 心眼挺好的 他的儿子呢 也见过 见过几次面 在活动 什么活动上面 也看过 也都是挺好的 他的女儿呢 也挺好 也挺主动的 比较外向 也很有礼貌的 那么呢 人家这些热心人呢 就可能就 把这个记在心上了 如果碰到一些什么 适合的呢 就会给你 给你介绍一下 这种成功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比较靠谱的 你在网上到处说 你给我女儿介绍一个对象 你给我儿介绍一个对象 我觉得这个事 或者是说 你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我觉得这个事 人家也不认识你 怎么给你介绍啊 这就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这我就认为啊 这么多方法 还是自己主动的 让人家认识你 让人家了解你 觉得你这个人 是一个好人 人家主动就会帮助你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最靠谱的方法 希望大家呢 仔细想一想 不要在网上呢 乱跟人聊 最后这个被人骗财骗色 还有一些人呢 这个最后呢 可能是 可能是 有一些什么不好的结果 希望大家注意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留言给我 十分感谢